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第285期 圣经就曰何西阿书简介 在公元前722年 撒马利亚陷落前的那段纷乱时期 先知何西阿 即先知阿摩斯在北国以色列 传上帝的信息 他特别担心人民拜偶像 不忠于上帝的行为 他大胆地拿自己 跟一个不真的妇女结婚这件事 来比拟以色列人民的背信 正如他妻子 歌蜜对他不真 上帝的子民同样背弃了上主 因此上帝的惩罚 将临到北以色列 但是到最后 上帝对他子民所显出 那信世不变的爱将得胜 他将迎回以色列 恢复正常的关系 上帝的爱 从下面几句动人的话 表现无疑 以色列人啊 我怎能抛弃你们 我怎能弃绝你们 我不忍这样做 因为我多么爱你们 提要 一 和西阿的婚姻和家庭 二 谴责以色列的话 三 悔改和应许的信息 一 上主向贝利的儿子 和西阿 启示的那段时间 由大国 由乌西亚 约坦 亚哈斯 西西加诸王 相继统治 以色列国 由 约华师的儿子 耶罗波安 王 统治 以下的记载 是上主 向 和西阿讲的话 和西阿的妻子 和儿女 上主第一次 接着和西阿 向以色列人 讲话的时候 他对和西阿说 你去结婚吧 你娶的妻子 会对你不争 你们的儿女 也会像他一样 对你不忠实 同样 以色列全国上下 跟爱淫妇一样的 不忠实 背离了我 上主 于是和西阿 去跟 比拉因的女儿 戈米结婚 他怀了孕 给和西阿 生了一个儿子 上主 对和西阿说 给他取名 耶斯列 因为 不久 我就要惩罚 耶护往事 套他们祖先 在耶斯列 大屠杀的血债 我要结束 耶护的王朝 那一天 我一定要在 耶斯列谷 摧毁以色列的军队 戈米再怀孕 生了一个女儿 上主 告诉和西阿 给他取名 罗 路哈玛 因为 我不再爱 以色列这一家 不再 饶恕他们 然而 我要爱 犹大这一家 我是上主 是他们的上帝 我要拯救他们 但我不是用战争 不是用弓箭 刀剑 军马 骑兵解救他们 戈米给他女儿 罗路哈玛 断来后 又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上主 告诉和西阿 给他取名 罗阿米 因为以色列人 不是我的子民 我 不是他们的上帝 以色列的复兴 以色列的人口 要增加 像海沙一样的 数不尽 量不完 现在上帝 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但有一天 他要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 上帝的儿女 犹大家 和以色列家 要再一次联合起来 为自己推卸 一位领袖 他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 重新繁荣起来 使得 耶色列的日子 要成为一个 大日子 和西阿淑 第二篇 所以 以色列人啊 你们要 向自己的弟兄说 你们是上帝的子民 向姊妹说 你们是上帝 所宠爱的 不真的歌蜜 不忠的 以色列 我的女儿啊 虽然你们的母亲 不再是我的妻子 我不再是她的丈夫 可是你们 要向她哀求 劝她 除掉脸上 那一副银像 不再暴露诱人的胸脯 要使他们听 我要拨光她的衣服 使她 落露 像刚出母胎的婴儿 我要使她 像旷野 像沙漠 使她口渴而死 我不疼爱她的儿女 因为她们是淫妇生的 她们的母亲 反奸淫 是无耻的娼妓 她难难自语 我要去投靠 我贫富情郎 因为我的饮食 我的食物 饮料 羊毛 衣料 橄榄油和美酒 都是她们给的 所以 我要用荆棘 做篱笆 堵住 她的去路 我要用石头 住围墙 是她找不到 去跟情郎 优惠的想尽 她要追逐情郎 可是追不上他们 她到处寻找 可是找不到 于是她说 我还是回到 前夫那里 从前的光景 比现在好多了 她不承认 给她五股 美酒 和橄榄油的是我 其实 连她献给 八粒神明的金银 也是我给的 所以 到收割的时候 我要取回 我给她的五股 美酒 也要夺走 我给她 遮身的羊毛 衣料 我要在她情郎们 面前 拨光她的衣服 没有人 能使她 从我身 手中脱身 我要停止 她一切的狂欢 禁止 她的年节 约记 安息日 和其他的宗教神会 我要砍 断 砍掉她的葡萄树 和五花果树 因为她说这些 是她情郎们 给她仇报 我要使她的果园 成为荒林 野兽 要来见她 我要找她算账 因为她在节日 向巴黎烧香 用珠宝首饰打扮 追逐秦郎 把我忘掉 上主 这样宣布了 上主爱她的子民 所以我要带她 到旷野 安慰她 迎回她的心 我要把葡萄园 还给她 使灾难故 成为西万人 在那里 她要回应我的爱 像她年轻 逃离埃及时一样 那时候 她要再一次承认 我是她的丈夫 不再我当作巴黎 我要她 把巴黎忘掉 不让她再提起她的名 那时 我要跟飞禽走兽 爬虫立约 叫他们不要伤害 我的子民 我要毁灭弓箭 刀剑 和地上一切的武器 让我的子民 安详 太平 以色列 我要娶你为妻 我要对你仁义 公平 以慈悲不变的爱 带你 使你永远归属我 我要以信实 娶你归我 你就认识 我是上主 那时 我要垂听我子民 以色列的祈祷 我要叫肝林 滋润大地 地就出场五谷 葡萄 橄榄 我要把我的子民 种植在这块土地上 我要对 不蒙爱莲的流露 爱莲 我要对 非我子民的说 你们是我的子民 他们将其声回答 你是我们的上帝 何西阿叔 第三篇 何西阿和不真的女人 上主对我说 你在去爱那离妻丈夫 领结新欢的淫妇 你要爱她 像我爱以色列人一样 虽然他们叛离我 去拜别的神 喜爱 寄过偶像的葡萄饼 我仍然爱她们 于是 我用15块银子 和150公斤大麦的代价 买回着女人 我叫她 不要再当妓女 要安分守己 跟我住在一起 但是这段时间 我不跟她同访 同样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以色列人 将没有君王和领袖 没有祭祀 没有石柱 没有偶像和神牌 可占卜 过了这段时间 以色列人 要再次回心转意 寻求上主 他们的上帝 归回他们的君王 大魏家 这样 在将来的日子 他们会敬畏上主 领受他丰富的赏赐 上主指控以色列人 和信阿书第四篇 以色列人 你们要留心 听上主 对这地君民的指控 他说 这地不忠不信 人民不承认 我是上帝 他们背试 撒谎 凶杀 偷窃 奸淫 他们不断的犯罪 血案雷雷雷雷 所以 这块土地 要干旱 居民 都要渴死 一切飞禽走兽 甚至 水里的鱼类 都要灭绝 上只指控祭祀 上主说 祭祀们 你们不要控告人民 也不要指责他们 因为我要指控的 正是你们 你们日夜乱撞 先知们也一样乱撞 我要消灭你们的祖国 以色列 我的子民灭防 因为他们不承认我 你们这些祭祀 不承认我 又拒绝我的教导 所以我要拒绝你们 不承认你们的子孙 是我的祭祀 你们这批祭祀 你们人数越多 就越大胆地得罪我 因此 我要使你们的荣誉 贬为羞耻 我子民的罪 养胖了你们 所以 你们要他们 多多犯罪 你们要跟人民 受同样的惩罚 我要照他们的行为 报应他们 你们要吃 分给你们的祭物 却吃不饱 你们要去拜 繁殖的神明 却不能生育 因为你们离弃了我 去随从 其他的神明 上主谴责 拜偶像的罪 上主说 辛酒和陈酒 使我的子民 神志不清 他们向木头 求启示 听从木牌的指挥 他们挥 遗弃我 像淫妇一样 把自己给了那些神明 他们在山顶上献祭 在山岭的大树下 烧香 因为他们在树荫下 觉得畅快 因此 你们的女儿 要沦为娼妓 你们的媳妇 要跟人吞奸 然而 我并不因此 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也跟 神庙娼妓行营 跟他们一起向神明献祭 正如俗语说的 无知的人民 一定衰败 虽然以色列背叛我 我希望犹大 不犯同样的罪 你们不要上 吉甲 或伯特利 去礼拜 不要在那些地方 指着永生上主的圣灵 发誓 以色列人 跟母牛一样倔强 我怎能牧养他们 像在草场上 牧养羊群呢 所以 以色列人 被偶像迷住 跟罪汉为伍 他们继续过 荒淫的生活 喜欢羞耻 却不喜欢荣誉 他们将被荒淫之风 卷走 他们将因 向那些神明献祭 而蒙羞 和谐阿书第五篇 祭祀们 你们要听 以色列人 你们要留意 皇亲国戚 你们也要听 你们应该 凭公正审判人 现在反要受审判了 因为你们已经成为 设在米斯巴的圈套 张在塔伯山的罗网 挖在石亭的陷阱 我一定要惩罚你们 我很了解以色列人 他们瞒不住我 他们对我不忠 不配敬拜我 和谐阿警告 拜偶像的人 以色列人的罪恶 阻碍他们归向上帝 他们因为拜偶像 就不认识上主 以色列人的傲慢 成为自己的罪证 他们的罪恶 使他们跌倒 犹大人也跟着他们跌倒 他们向上主献牛羊 这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他们找不到上主 因为上主 已经灵弃他们 他们对上主不忠 他们所生的是私生子 所以他们的土地产业 将被践踏 犹大和以色列的战争 要在基比亚吹金号 在拉玛发警报 在伯特利呐喊 便亚敏人 起来作战吧 惩罚的日子到了 以色列国要灭亡了 以色列人 这事一定要发生 上主说 我要向犹大的领袖发怒 像洪水冲击一样 惩罚他们 因为他们侵占 以色列的国土 以色列将被欺压 失去上帝所赐的土地 因为他一再向他 无能的邻里求援 所以我要摧毁以色列 也要消灭犹大 当以色列发现 自己的病多么沉重 犹大看到自己的伤 多么严重 以色列人就去见 亚树的大王 向他求援 可是他不能医治他们 也不能包扎他们的伤口 我要像狮子一样 袭击以色列人 像少壮的狮子 攻击犹大人 我要亲自撕裂他们 把他们拖走 没有人能够救他们 我要丢弃我的子民 直到他们知罪 回来找我 在苦难中 他们会急切地寻求我 以色列无悔改诚意 和谐阿书第六篇 以色列人说 让我们归向上主吧 他撕裂了我们 也会医治我们 他打伤我们 也会包扎我们 过两三天 他会赐给我们新力量 使我们能 常常在他面前 让我们竭力追求 认识上主 他一定会来 像曙光 必然出现 像春雨滋润大地 上主说 以色列人啊 犹大人啊 我该怎样待你们呢 你们对我的爱 正像早晨的雾 一转眼就消散 像露水 天一亮就消失 因此 我拆派我的先知们 到你们那里 传达我要审判你们 毁灭你们的消息 我要求的是坚定的爱 不是生计 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 不要烧化计 但是他们在亚当背叛我 违背了我 与他们定立的约 激烈 是一座充满邪恶的城 到处染满血净 祭祀像强盗一样 成群埋伏 劫火 打劫 甚至 出没在通往事件的 那条路上 谋财害命 我在以色列看到了 可恶的事 我的子民在那里 拜偶像 玷污了自己 至于你们这些犹大人 我也安排好 惩罚你们的日期 何西阿书第七篇 每当我要复兴以色列 医治我子民的时候 我总看到他们的罪恶 他们欺骗 偷窃 在街上打劫 他们没想到 我会记住这一切恶心 他们恶贯满盈 罪行都暴露在我眼前 宫廷内讧 上主说 人民欺骗国王 蛮骗官长 他们叛逆不忠 他们的怒气 像火焖在烤炉里 面包师 正等待着面团发起来 还不管去搅动 那烧得正旺的火 当国王有喜庆的时候 他们用烈酒 换罪了国王和官长 百般愚弄他们 他们的阴谋 像闷在烤炉里的火 整夜冒烟 天一亮就爆发起来 在烈怒下 他们谋杀了首领 君王相继被暗杀 却没有一个人向我求援 以色列和列国 上主说 以色列人简直 像半生不熟的面包 他们依赖周围的国家 不知道反辈 所以依赖的势力吞灭了 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死期 快到了 以色列人的暗冒 成为自己的罪证 这些事发生了 他们仍然不归向我 上主 他们的上帝 以色列人像一只 无知的鸽子 飞来飞去 他们先向埃及求援 又向亚树求助 我在路上 张开罗网 像捕鸟一样 网住他们 因他们的罪恶 我要惩罚他们 惨了 他们遭殃了 因他们离弃我 他们将被毁灭 因他们背弃我 因他们背叛我 我想拯救他们 他们却向我撒谎 他们并没有诚心 向我祈求 却向异教徒 趴下来大哭大嚷 他们哀伤自己 来向我求五股美酒 他们的确是叛徒 是我养育他们 是我使他们强壮的 他们却阴谋背叛我 他们去跟随 那些无能的神明 他们像扭歪了的功 一样不可靠 他们的手里 要横施沙场 因他们说狂傲的话 这是要成为埃及人 极笑的发柄 优优独播剧场